我们非常享受这个周末聚会 非常开心能和大家再次见面 我为你们感到骄傲 我希望你们能够意识到 你们是下一代的领导人 我希望你们在内心深处 能够被激情点燃燃烧 真是非常好 几年前 我讲过一个演讲 名字叫做 让我的宝贝跳动 在座的有些人听过这个演讲 有些人没有 我希望你们能够触摸到 你们内心的跳动 我希望你们能够拥有 如此大的一个梦想 以致让你内心激动不已 我一定要拥有这个梦想 我一定要做到 我一定要在生命中拥有它 如果你的梦想不够大 你的精神就不会为之所动 如果你的精神没有被梦想 而感到振奋 这说明你的梦想还不够大 它就无法把你带出门口多远 你们同意吗 我想让你们做一件事情 我想让你们思考一下 在你们的内心 究竟有着什么在跳动 你们的生命 你们的梦想 赋予你们生命活力的梦想 我希望你们好好想象一下 三个月以后 六个月以后 一年以后 你们想去到哪里 我希望你们写下来 一年以后的今天 你们想赚到多少钱 两年以后的今天 你想赚到一百万美元吗 我想看到你们放大自己的梦想 我不希望你们太逻辑 不要深思熟虑 不要想着 我怎么可能达到这个目标呢 我这辈子都没赚到那么多钱呢 我怎么可能明年就赚到这么多钱呢 你想赚到五十万吗 你想赚到二十五万吗 你想在工资以外赚到两万吗 你自己选择一个数字啊 我们都在做着同样的生意 但你必须有着一些 让你的逻辑思维惊慌失措的目标 我只是希望你们好好想想 一年以后 你想做到什么呢 你想做到直系吗 你想做到翡翠吗 你想做到钻石吗 你到底想做到什么呢 在你的大脑中想清楚 现在就想 我想带你跨过这扇门 然后你就会想着 哇 也许我确实能做到钻石 也许我确实能做到行政钻石 也许我确实能做到皇冠 什么都可以 我希望你在大脑中想象它 当你开始思考自己的梦想 你的梦想大门 也许只是开了小小的一个口子 但如果你足够经常思考梦想 总有一天 你的梦想大门会突然敞开 然后你就会被它吸引进去 然后你就可以拥有你的梦想了 现在你也许还没有那个胸张 你的账户里也许没有那么多的钱 但是这些东西正在到来 你一定可以拥有这些东西的 但是你必须有足够的勇气 来拿到一个足够大的梦想 这个梦想大的你的逻辑 不敢带你去到 但是你的内心会带你去到 你同意吗 这样的梦想才会让你的宝贝跳动 你一想到这个梦想 就会热血沸腾 手舞足蹈 当你在办公室里工作 或者在排队的时候 你一想到自己的梦想 立刻就会手舞足蹈 甚至大喊大叫 旁边的人以为你发疯了 你解释说 我的宝贝刚刚跳动了一下 我在跟他说话呢 有些人也许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我嫁给一个非常讲逻辑的男人 每当我想到这些大梦想的时候 对他兴奋地说 亲爱的 我们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啊 然后我看到他的眼睛在打转 他的大脑在消化着我说的话 似乎在反驳我说 这些想法无法实现呢 其实你用不着考虑它们 是否可以实现 你只要向里面倾注感情就可以了 让你的梦想和远景 把你带到你想去到的地方 好好想一想 如果一年以后 你实现了自己的大梦想 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这就是我要谈论的事情了 你必须要让自己感受到这种激情 因为它能给你带来能量 让你不断前进 你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呢 你不能只是在今天晚上 想那么一两下 就以为能实现梦想 你必须一遍又一遍 一遍又一遍地想着自己的梦想 你越多地想着什么事情 你就可以把什么事情拉到你身边 你不必知道 那六个人是从哪里来的 你只要知道 你需要六个人 但你很可能需要去建立二十个组 甚至更多小组 才能得到六个这样的伙伴 你只要把这二十个组建立起来 这六个人就会出现在你面前 这就是会发生的事情 你开始思考它 你开始相信它 你开始互相谈论它 亲爱的 我们是钻石了 亲爱的 我们是翡翠了 亲爱的钻石早上好 亲爱的钻石晚安 就是这样 梦想应该时时刻刻 留在你的脑海里 而不应该是一次性发生的事情 不要以为 只是偶尔想着你的梦想 它就会变成现实 但只要你们敢于梦想 你让自己全身心地沉浸到梦想中 让自己的思想浸泡在梦想里面 要用自己的眼睛和感情去看到 当你们真正成为钻石的那个时刻 去感受到那巨大的喜悦 感受到人们给予你们的欢呼声和掌声 这就是你要为自己做的事情 你要感受到达成梦想之后的兴奋 你要感受到你的梦想 感受那些喜悦 你可以想象 当你实现梦想的时候 你的孩子和你一起 站在台上接受褒奖 女士们 去好好选择自己的梦想礼服吧 这才是真正的生活 从一个梦想 活到另一个梦想 再活到下一个梦想 我希望你们 能够紧紧抓住自己的梦想 我们并不打算告诉你 你的梦想应该是什么 每个人的梦想都不一样 你需要选择自己的梦想 然后活在其中去拥有它 你们同意吗 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美国总统 去年读了多少本书吗 85本书 我想 啊 怪不得我做不到美国总统了 原因就在这里 他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 我感觉自己已经时时刻刻都在阅读了 而我还根本没有开始读那么多书呢 总统读85本书的这件事情 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它意味着 如果我们想提升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出色 我们必须要读书 我们必须时时刻刻都要读书 把好东西塞进我们大脑里 我们下次的聚会 将会再次请到威力佐里给我们演讲 最近我在重新听他的CD 也许你们还记得威力佐里 在上一次周末聚会的时候 讲过一个将军的故事 将军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成就级别了 在他即将退休的时候 有人问他 长官 你快退休了 现在你打算做些什么事情呢 他说 我要继续做我在过去42年来 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要每一天都在自己身上工作 提升自己 这不就是我们需要的信息吗 当我们成长了 我们的团队也会成长 当我们成长了 我们的远景也会成长 当我们成长了 我们的梦想也会成长 我希望你们 每一天都在自己身上工作 去学习更多的爱 更少的恨 更多的给予 更少的索取 当你看到自己走进那扇梦想的大门 进入下一个远景 你就会得到成长 你会看到自己成为一个更大的人 走上更高级别 你现在的这个样子 把你带到了现在你所在的这个级别 对吗 你一定要看到自己更多一些谅解 你一定要看到自己更多一些爱他人 扩展你的心灵 向所有人打开你内心的大门 你能够做到吗 你当然能够做到了 一定可以 好了 今天晚上 你来到这个房间里 是有理由的 也许你觉得自己坐在这里 是因为你决定来到这里 事实上 你是被吸引到这里来的 现在是时候你要明白到 当你离开你的座位 走过这些梦想的大门 你就可以去到 你在生命中想去的任何地方 你去到自己想去的任何地方的方式 就是带着更多的人 和你走上这条路 现在是你的最好时机 无论你在生活中梦想什么 无论你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生活方式 我都希望你们明白到 现在是你的最好时机去得到它 我们相信你们 我们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做到的 我们为你们的光明前景感到非常兴奋 我之所以对你们的前景如此兴奋 是因为多年以前 另外一些人也曾经对我们的前景 有着同样的兴奋 这就是我们到达今天这里的原因 所以我为你们的前景感到非常兴奋 现在轮到你们了 明白了这一点以后 你就要拿着你所拥有的信念 把它用力传送给别人 突然之间 人们开始一个接一个的出现在你面前 事情开始发生 这简直不可思议 你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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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一定会发生的 任何人都不能把它从你手里拿走 要坚守自己的信念 其他人说什么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以全新的面貌朝着你的梦想走去 你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 你在心中已经清楚地知道了你的梦想 你连接好系统 然后你全身心投入进去 我爱你们 现在由节理和你们说话 嗨 大家在这个周末过得开心吗 有这么多的翡翠和钻石领导人来到这里 我感到非常高兴 他们来到台上和各位分享他们的生命 以及成功的经历 他们得到的回报 不仅仅是物质回报 还有很多是精神回报 你们这里有着如此出色的领导力团队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不要把这一切看作理所当然 这里有着如此丰富的知识 这真是一口很深的井 给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 生命的一个大挑战是 当一个人在任何一个行业取得成功 不仅仅是这个生意 其他所有行业都是如此 体育音乐等等 最难的地方是 把他们在这里所学到的知识 转移到其他地方 一旦做到了这件事 你就可以放手 让人们去发展 不要挡着人们的路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都是先看到远景 看看什么事情可能发生 然后再去追求知识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让我们大家都来理解一下 这句话的全部含义 你期待什么 很可能就会得到什么 有人说我不喜欢现在我所得到的 我记得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你现在在的地方 其实就是你想去到的地方 我觉得这句话听起来令人很不舒服 我说我现在所在的地方 不是我想去到的呀 不是的 请好好想想 如果你确实非常想得到一样东西 那么你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做事情 肯定和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不同 和你现在所想的事情不同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了 我不是在批评你们 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 也有过同样的挣扎和痛苦 我们曾经也想尽办法摆脱消极思维 我们曾经想尽办法摆脱令人沮丧的想法 我们曾经想尽办法摆脱那些看不起自己的想法 以及摆脱那些看不起别人的想法 我们有些人花了很多时间去聆听那些 令我们分散精神 使我们远离梦想的人的意见 当我们没有开始这个生意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这样的人 自从我们开始这个生意以后 一直就有这样的人 有人对我们说 你们做这些事情真是太傻了 你们凭什么认为这样的事情能做成呢 我想到一部电影 在这部电影里 男主角对他的儿子说 永远不要 永远不要让任何人对你说 你做不到自己想做到的事情 永远不要 如果有人这样对你说 你应该立刻从他身边走开 如果有人这样说 你要马上说 打住 打住 我不想听 我不想听 我只想追求自己的梦想 人类早就可以在月球上行走 太空飞船 可以在宇宙太空自由飞行 宇航员可以在太空漫步 短短几十年以前 人们还认为 这一切是天方夜谭 这种事情太荒谬了 怎么可能发生这些事情呢 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你有这一些梦想啊 但是你要有足够的勇气 才能把梦想 从自己的大脑深处取出来 然后你需要有足够的勇气 一次又一次地直面自己的梦想 从今天开始 你要下定决心 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 你不能拥有自己的梦想 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 你不能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 来照顾你的家人 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 你不可以环游世界 过上梦想生活 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 你不能拥有很多钱 去做一些事情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这些话 永远不要让任何人 对你说这些话 而让他们逃之夭夭 让我确保你们都知道 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任何人是谁 这些任何人 首先是指和你相处 最长时间的人 也就是你自己 你必须清除这些想法 你必须把大脑里的 这些想法清除干净 你要告诉自己 我可不能再这样想了 我更不能说这样的话 因为从我的嘴巴里 说出来的话 会去到我的耳朵里 这就成了世界上 最有权威的话语 那就是你 你要告诉自己 我不能产生任何 这些负面的想法 哪怕是在脑子里 一闪而过都不行 你要和你积极的那一面 去交往 你自己要做出这个决定 所以你需要持续不断地 吸收积极正面的信息 吸收来自各个方面的 积极鼓励以及指导 尤其是来自支持团队 和领导人的鼓励和指导 你还要注意来自朋友的影响 你尤其不能接触到 那些不积极的朋友 当然这不是说 如果他们不加入你的这个生意 他们就不算朋友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一个朋友 至少应该是鼓励你的 他可以对你说 这个生意不适合我 坦率来说 我觉得这个概念行不通 但是我希望你能做成这个生意 我希望你能够成功 真正的朋友会这样做 他们会真正关心你 设身处地为你着想 他们会说 我不希望你不能得到 对你来说重要的东西 虽然我不太相信他能做成 但是如果他对你很重要 那就放手去做吧 这个生意是世界上最棒的生意 今天晚上 在台上发生的事情 已经让大家看到这一点 台上的很多朋友告诉了各位 这个生意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但这不是这个生意的关键 这些都是这个生意的意外收获 是它的额外好处 这是你能够接触到的最好生意 但是你是否参与 是否能得到这些好处 还是取决于你 是否留在这个生意 完全取决于你 你要凭着你拥有的一切 用你的手指头 用你的牙齿 用你的手 用你的腿 用你的一切 来紧紧抓住这个生意 你要下定决心 不让任何人 把这个生意从你这里偷走 我相信 这个生意 是我生命中发生的最好的事情 我要用全部的力量 去发展这个生意 有些人就是看不到这一点 这没关系 他们没有看到这样的远景 你不可能强迫人们去看到远景 有些人就是看不到 这没什么 也许将来有一天 他们的生命中会发生一些事情 让他们能看到一些远景 如果他们现在没有看到 完全没关系 你可以继续寻找下一个人 寻找下一个人 当你在这个生意中 往前走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生意和任何其他事情一样 要成功是没有任何竞争的 这里没有任何竞争 所有的竞争者都坐下来了 而你只要一直向前走就可以了 你不用非常有才华 不用非常聪明 有很多非常有才华 非常聪明的人并没有成功 大家都知道 龟兔赛跑的故事 最后 乌龟赢得了赛跑 这也是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事情 一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的生意 比我们的生意发展得更快 他们比我们更早做到一千二百分 他们比我们更早做到四千分 那时候 我参加聚会 看着有些人做到了一千二百分 我记得 当我开始参加聚会的时候 那些人还没有参加呢 但现在 这些人来到聚会 他们做到了一千二百分 而我们还没有做到 而这些人居然连自己的名字 也说不清楚 我相当吃惊 有些人比我们更早做到银章 更早做到直系 翡翠 钻石等等 可是 我们完全不在意 只是坚持向前走 我们只是坚持向前走 雪莉说 我们不是什么大人物 只是一直在坚持射击的小人物 你也可以这样做啊 你能坚持不懈的设计吗 坚持不懈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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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然希望你们 去上一些课程 寻找导师 改善自己的枪法 以便更准确地打中目标 但是 只要你坚持不懈的设计 你把梦想摆在自己面前 坚持不懈的设计 你总有一天 能打中自己的目标 你总有一天 能达成自己的梦想 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 也许你要问 我是怎么打中目标的 如果你总是坚持不懈地 去瞄准设计 做了很多事 但就是打不中目标 你很可能会沮丧 你需要一些帮助 这就是我们经历的事情 在做了德士特 让我们做的事情 五六个星期以后 我们发现没有任何进展 这还不是五个月 更不是五年 而只是五个星期 五个星期以后 我找到德士特 对他说 对不起 我没有听你的话 我自己的做法 看来做不成 我已经准备好百分百 聆听你的指导了 只要你把话 再说给我听一遍 我一定会听的 如果你让我在高速公路上 用鼻子来拱豆子 我也会照做不悟的 我已经下定决心 要做成这个生意了 我做这些事情 不是没事找事做 而是为了 让我们的梦想成真 我做这个生意 是为了让那些人看到 我是对的 而他们是错的 你们看过一部叫做 当快乐来敲门的电影吗 你和我的生意 不就是这样的生意吗 我们在做着一个 追求快乐的生意 不光是追求自己的快乐 你再做一个 为别人追求快乐的生意 如果你不能看到这一点的话 你是不会得到结果的 很多人在推荐新人上面遇到困难 因为他们总是想着去逮住人们 坦率来说 开始的时候 我就是这样想的 开始的时候 我总是想做成这件事情 我只是把这当成生意 让我们赶快工作 赶快做成一些事情 最后我终于发现 这样做根本行不通 我们一定要坐下来 好好倾听 我们必须听人们说话 而不是匆匆忙忙 一股脑的去讲解什么生意概念 把它塞给人们 不管人们是否需要 我们一定要坐下来 好好聆听人们 雪莉和我现在有着非常高的推荐成功率 但事情并不是一直这样的 第一年的时候 完全不是这样 当时我们的推荐率非常低 因为我们根本不在乎别人 我们完全不在乎别人 后来我终于意识到 我需要开始好好聆听 在乎别人 当你开始聆听别人说话 而且关注那些 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事情 他们可以从你的眼睛里 感受到这一切 当你坚信 这个生意是你一定可以做成的 而且他们也可以做成 他们就能够从你的眼睛里 看到你的内心 正如俗话所说的 眼睛是内心的窗户 所以你没有能够推荐到人们 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你的内心 他们看到你只是为了做这个生意 而做这个生意 请不要混淆 你当然是需要坚守承诺的 你们当然要努力去发展它 去做成它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要把它做成 这是你的信念 但是你也要认真聆听 别人的心声 关心他们 这不是说 你要时刻待在他们身边 照顾他们 或者在他们想慢慢发展的时候 花很多时间陪伴他们 不是这样的 我的意思是 当你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你需要让他们看到你的内心 看到你对他们的关心 他们不需要看到你的逻辑 在建立生意的过程中 我们会如此纠缠于我们自己的困难 我们自己的问题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家人身上的事情 以及发生在我们所在乎的人身上的事情 这些事情都很可能会淹没你 让你反不过气来 我唯一能告诉你的事情是 无论如何 你都要克服这些事情 超越他们 我并不是说 要做一个冷血动物 不要在乎那么多 把人们的痛苦给忘记掉 我的意思是 你必须超越他们 要穿过去这些事情 否则 你永远无法在财务上 在精神上 在感情上帮助他们 你要通过建立这个生意 变得有能力去帮助他们 如果你没有在这些方面取得进步 你怎么可能去帮助人们呢 当你们来到这个周末聚会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 把现在看成是新的一年的开始 我希望我的生命 我希望我家人的生命 我希望我周围朋友的生命 在新的一年里要有所不同 要做到这一点 首先要发生的事情是 你自己必须有所不同 你一定要承诺 让自己有所不同 这是一切改变的开始 我从今以后不再讲负面的话 我不再想负面的事情 一旦我发现自己有消极的想法 就尽快用积极想法去压倒它 重新回到正确的思想轨道上 我永远不再让自己碰所有这些消极思想 或者这些消极话语 再也不可以了 一旦我有一丝这样的消极想法 就立刻打住 不要再继续下去 你一定要承诺 尽可能保持这个状态 我知道 你不可能每天24小时 每星期七天 时时刻刻 都是积极思考的 我知道 我们都是人 但是 你一定要承诺 让自己尽可能保持这个状态 让我再重复一遍 你一定要承诺 让自己尽可能保持这个状态 你们明白吗 我要保持这样的状态 当然 我们会时不时偏离轨道 但如果你承诺于保持这样的状态 你会很快回到正轨 回到积极的状态中的 我稍微的偏离了一下 现在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五分钟以前 我也许在抱怨这 抱怨那 现在我回过神来了 不管你偏离了多少 糊涂了多少 你都可以立刻回过神来 重新振作起来 你要提前做出决定 说 我肯定会犯错误的 但我一定会重新振作起来 没有人可以让我总是躺在地上 正如一句古语所说的 你不能让一个好男人 总是躺在地上 你也不能让一个好女人 总是躺在地上 好 你要做出决定 今年将会是不同的一年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要紧紧抓住它 让我告诉各位 你们需要这种 无论如何都要做到的心态 因为生活总是有各种各样事情发生的 你要提前做好决定 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会如何反应呢 你是站起来继续向前走 还是继续坐在地上 哀声叹气 这个周末聚会结束以后 你们打算如何做呢 我希望你们 作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而离开这个周末聚会 你绝对不要继续做以前那个样子 你一定要紧紧抓住这个生意 你一定要鼓起勇气 你一定要鼓起勇气 有时候 你觉得自己的胸膛 好像被碾碎似的 你感觉自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 不可能坚持下去了 但这是你最应该坚持下去的时候 你一定要成为 你可以成为的坚强男人 否则你的生活是不会变得更好的 女士们也是一样 你们要做出决定 一定要让自己成为 你能成为的最好的女人 要让自己成为你的伴侣 需要的那个女人 你也许需要问问你的伴侣 看看她需要什么样子的伴侣 她的回答也许会令你惊讶 让我告诉你们 当你们选择了彼此 你们就需要对方 只要你们共同努力的话 就不会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你们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你们 我来讲一个 关于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的故事 一个晚上她在工厂里 第一次组装汽车 有一个人提着一盏照明灯 站在她身旁 这个人就是她的妻子 福特的妻子知道她在做什么吗 很可能不知道 但是她相信她 为什么她坚持提着一盏灯 站在那里 我不知道 也许她只是坚守了 对丈夫的承诺 你们也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从今天开始 你将要过一个全新的生活 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 今天开始的是一个全新的生活 我不会回头看 我不会回头看 我不会再看我过去的错误和弱点 超过必要的时间 才能决定我要克服它们 我只会埋头工作 专注于自己的优势 我不会原地踏步 等待我所有的伤痛都被治好 才开始行动 我要一边让伤口好起来 一边继续工作 我不会等待我的能力都已经培养好 再行动 我要一边行动 一边培养能力 反正他们在某个时候 是一定可以培养起来的 我一定要继续往前走 经历了种种困难以后 雪莉和我的推荐率 终于大大提高 很快 我们能约见六个人 就推荐其中五个 我们在一个月之内推荐的人 比我们以前整整一年推荐的人更多 这其中有什么不同呢 当你们的推荐对象看到你的时候 他们看到什么不同的事情呢 你作为一个全新的你 与走进这个大门完全不同的你 走出这个大门 人们从你的眼睛里 看到你的不同 从现在开始 不要想着你要去推荐多少人 而是去想着你准备帮助多少人 你们听到了吗 不要想着你要去推荐多少人 而是去想着你准备帮助多少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你要建立这样的心态 那就是 我要去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而不是去逮助他们 我不是要让他们加入我的生意 我是要去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当我走进人们家门的时候 他们就会看到 有个真心关切他们的人 走进了他们的家门口 他们会看到 一个目的明确 是充满激情的人 愿意带着他们走上实现梦想的道路 他们还会知道 如果他们不想踏上这个旅程 他会去帮助另一些人的 这就是 人们可以从雪莉和我的眼睛里看到的东西 他们看到这两位年轻人 甚至还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但他们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 并且充满激情地踏上旅途 如果你们明确知道自己要走向哪里 那么你们就会在身边制造出一个巨大的真空 把很多人吸引到你们身边来 如果你们不知道自己走向哪里 你们就不会制造出任何真空 没有人愿意跟随那些不知道自己走向哪里的领导人 没有人愿意跟随那些连自己也迷路的人 你必须做出决定 看看自己走向哪里 然后人们就会跟随你 这个世界是极度渴望 极度渴望得到领导人的带领的 人们在寻找一个值得他们信任的领导人 一个关心他们的领导人 当你离开这个会场的时候 要完全承诺 你一定要紧紧抓住自己的梦想 以便你可以帮助其他人去实现他们的梦想 很多年前 我们经常引用一句话 比今天的人们引用多得多 这是本杰明·富兰克林 在他的自传里提到的 他说 他认识一个人 在25岁的时候就死去 65岁时才被埋葬 我相信这个人应该不是在座各位 也许有些人在偷着乐 肯定不是我了 我已经40岁了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改一改 改为 有些人30岁就死去了 65岁才被埋葬 或者40岁死去 65岁时被埋葬 或者60岁死去 65岁时被埋葬 或者70岁死去 75岁时被埋葬 你可以在任何年纪死去 或者你也可以在今天活过来 今天就在今天 我拥有了一个梦想 它诞生于内心 牢记在大脑 我绝对不会放弃它 从此以后 它会让我保持鲜活 当我实现了这个梦想以后 我会找到一个新的梦想 让自己保持鲜活 这样的话 我就会一直活下去 直到我被埋葬的那一天 而不是我死去的那一天 你也可以做到 一切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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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着一个伟大的支持团队 他们愿意帮助你达成梦想 你只需要做出决定 从这里开始行动 从此时此刻开始 事情一定会有所不同 你绝对不会是原来的你了 因为我永远不会 永远不会是原来的样子